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4年11月1日 星期五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 據報西貢的壁屋監獄的懲教署職員 在小巴站遇襲 據報現場的情況 被人斬 兼刀刀拿命 現場的情況如何與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熱話消息 說到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狂進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狂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第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西貢壁屋監獄懲教署職員在小巴站遇襲 據報刀刀拿命 三名刀手懲空過後 上了私家車逃走 西貢壁屋監獄對開發生斬人 在今天11月1日中午12時57分 據報一個50歲姓李的懲教署 南職員 下班過後 走到清水灣道 一個小巴站對開 有一部私家車洗字 跳出三名遲刀男子 向事主廢刀狂斬 三名刀手懲空過後 跳回私家車逃走 聖李的男子左邊有一吋刀箱 右手手肘有兩吋一吋長刀箱 左邊頭部有四吋長刀箱 還有頭頂有六吋刀箱 救護員接報到場 聖李男子仍然清醒 送往聯合醫院治理 現場樓下是斑斑的血跡 警方封鎖調查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人員接手跟進 消息說今天下午12時28分 駐守逼屋監獄的聖李事主下班離開 當他走路到小巴站的時間 突然有一部白色私家車洗字 三名刀手從私家車跳出來 並遲刀襲擊聖李的男子 刀手呈空過後上私家車 沿清水灣道前往平石方杏桃走 有一個剛從壁屋監獄工作員的法援署職員 目擊事件協助報警 聖李的男子騎鎖送到聯合醫院接受治療 送院的時間清醒 當時事發地點剛好有小巴停泊於上志上落客 小巴上有乘客目睹整個案發過程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刀刀拿命 未知內情如何 據報懲教署職員下班後 在一個監獄門前附近的小巴站捱斬 刀手現在逃去無蹤 暫時未有人被捕 警方調查案件中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曾經獲得女法局大獎薯榮 官堂知名點心店被食環處釘牌 另外深水埗也有間麵店因為非法擴展 需要即時停業 本港兩間食股是被食環處釘牌 當中包括曾經獲得女法局美食大獎薯榮的知名點心店 食物環境衛生署發出公告 稱觀堂和深水埗有兩間食物製造廠持牌人 分別因為無牌經營食股和非法擴展營業範圍而被取消牌照 是要即時停業 位於官堂的豪王點心工房 主打即叫即做的中式點心 當中的鮑魚雞絲腸粉 蝦仁燒賣王和蝦餃王 是更獲得香港女法局美食之最大想得獎點心的薯榮 經常吸引大批食客大排長龍 以上是先導日報的報道 有兩間餐廳今天被食環處停業 其中一間更獲得女法局大獎薯榮 據報是官堂的豪王點心 估計有很多官堂的打工仔都知道是哪間餐廳 據報很受歡迎 不過食環處就說相關的豪王點心工房 持牌人因為無牌經營食肆 今年六月曾經六次被法庭定罪假 罰了一萬八千元 最新情況亦成為網上熱 因為有不少官堂的打工仔都特別喜歡這間點心店 另外亦都說這個消息 根據HK另一個報道深水埗警區反色情行動 七個美女的招牌不能留下 兩人提到深水埗警區採取反色情行動 行動當中人員一共拆除區內拆一個 可以合理地被理解為宣傳賣人服務的招牌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採取行動原來是反色情行動 據報拆了七個招牌 上面都有美女的字樣 未知這個行動能否有效打擊賣人服務 不過估計這裡都是冰山一角 估計相關行動持續進行當中 另外亦都說過這單消息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官堂道私家車疑似失控 撞欄杆再翻側 司機自己爬出來 另外問題到了 牛頭角發生交通意外 在今天11月1日清晨6時11分 一部私家車駛至官堂道近牛頭角下村的時間 是失控自己炒車 撞欄杆過後翻側 私家車車頭損毀 幸好司機有經無險無受傷 自己爬出車外 警方正調查事故原因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意外特別多 據報今早有私家車整部車失控側 相關事故正在調查中 司機幸好無受傷 另外亦都說過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洛馬州站的小妹妹想不撞車 獨留月台 怕到紮紮跳 網友炮軍 她的家長 一個客人的舉動 另外問題到了 有一個 臀媽便的小妹妹 早前在港鐵的洛馬州站 走慢一步 看著列車的車門和幕門都關上 一個人留在月台 嚇到雙手紮紮跳並呼叫 如此狼狽的一幕被網民捕捉了下來 長約28秒的短片被上載到Facebook群組大報 網友對於小妹妹的遭遇深表同情 細看短片過後 毛北狂軍帶著小妹妹的家長們 批評她們一馬當先上車 亦沒有懷疑跟在身後的小朋友 獨自一人的小妹妹 就說孤獨地看著車門和月台幕門 先後懶懶地關上 雖然車內的家長甚至男童 都非常緊張地隔著幕門張望 表情憂心 但都無能為力 看著小妹妹孤零零地在月台上 剛著急 嚇得舉手紮紮跳和呼叫 幸好這個時間救星出現 一名港鐵職員見狀 上前幫手 經了解過後幕門重開 讓小妹妹上車和家人團聚急 網友對於小妹妹的遭遇都深表同情 並將責任歸咎於家長身上 大肆批評 這是家長的錯誤示範 強調任何情況下 何時都要抱著小朋友 怎可能由得他們墮後自己走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相關車站落馬州站 估計剛剛不上完 即是回到香港想著走 竟然得意忘形 上了車 留下小妹妹在月台 小妹妹亦心之不妙 看見跟不及上不及車 然後那對門又關上 於是大驚 結果幸好港鐵職員見得到 到場幫手 亦再開車門 讓小妹妹上車和家人團聚 若然那輛列車開了 就認真大件事 小妹妹就獨留在月台 相關的情況寫上網過後 大批網友炮軍的家長 都不懂得做人家長 竟然有得小妹妹留後 而自己掛著不知做甚麼 於是乎上了車 回頭一望 對門又關了 這次幸運 如果同一個事件發生在內地 可能去深圳 突然丟下了小妹妹 然後自己上地鐵走去 你都不知如何找回小妹妹 結果大批網友炮軍的家長 覺得她真的不懂做人的父母 另外也說這件怪案 根據HK另一個報導 兩個女子在觀塘APM洗手間 偷人的名牌袋 變賣圖 在旺角區被抓 被抓了 藍民提到 有一個24歲的女子 在今個星期二 10月29日 在觀塘APM商場洗手間 裡面不見了名牌手袋 手袋裡面有銀包 現金和百達通財物 總值22000元 懷疑被人偷了 於是報警 警方經調查過後 日前的旺角區 抓了兩個分別22和23歲的本地女子 並起回部分生物 初步調查 她們偷走事主的手袋 和銀包過後 轉售圖利 兩人現證被扣留 調查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導 在洗手間偷人的名牌袋 然後拿去轉售 兩個女子落網的事件調查 當中 各位網友 去商場洗手間的時間 都要記得保護好自己的個人財物 我是礦仔 我們下集影片繼續聊天